Hello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Snipe, Eat,移动推荐引擎Alec和Jive,新闻内容精简工具Sumly,社交任务管理平台Astreet,旅游奖励工具MyWise,选举产品Gapago以及一个本来要收购却因政策原因被阻止的法国视频网站DailyMotion,这些产品的收购金额都不高,毕竟它们在各自的领域都并非独一无二,而且大部分只是获得了种子伦融资, 被收购后,这些产品也全都面临被关闭的命运,雅虎看中它们的究竟是什么?最直接的答案,个性化的内容以及由此所能引发的个性化广告收益,当雅虎以3000万美元收购新闻阅读应用Sumly不到一个月,新版的雅虎新闻应用就通过接入Sumly的内容提炼技术打造出个性化的新闻信息流, 只有当用户日常接触到的内容是用户真正喜欢并愿意与之互动时,产品的活跃度和粘性才能提升,雅虎需要这样的产品和技术,那些真正能改变雅虎僵化的内容生产和展示形式的新生力量, 但这个目标真的通过收购就能完成吗?从有限的时间来看,这些收购所带来的效益还并不明显,甚至也还没有听到用户的认同声, 7年前,9亿美元收购Facebook,雅虎未能如愿,如今,11亿美元砸下去,Tumbo能为雅虎带来什么? 一切看上去却并不乐观,改变雅虎从收购开始,但收购之后,雅虎却在为自己设置更大的挑战,某种程度上,这是梅耶尔孤注一掷的豪赌,压上的是他入主雅虎以来所建立的声誉和未来的任期,相关阅读,雅虎收购移动游戏公司Luki工作室,雅虎宣布收购航班反例应用MyWise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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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